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在达沃斯期间表示欧元区经济将会持续的复苏 动力主要是来自欧洲央行的宽松货币政策以及成员国的中性略偏扩张的财政政策 今年以来呢欧元区的金融市场出现了大幅度的波动 引发了市场对欧元区经济复苏前景的一个担忧 对此德拉吉就指出了那种认为欧元区经济就此转向的观点是言之过早的 不过他也承认国际油价大幅度的下滑和新兴市场增长前景的趋缓 这让欧元区面临更加持久的低通胀的压力